啥啥啥 挑戰十八戰速率通過讀書館 這 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呀 人家無子議會 那作為吃雞婆主 我怎麼可能會認輸呢 你們可都仔細瞧好了 不慌不慌調整一下心態 再看個小奇蹟的 平復下心情 我只是沒有辦法 眼睛不看著他 話說小看呢 平時玩圖書館 最高多少戰速率呀 九殺到手 既然水狙擊槍 就要選個好位轉 手中帶破 小兄弟 你花錢的時候有多帥 你死的時候 就有多狼狽 哈哈哈哈 天才的十八戰速率的任務已經失敗 乾脆直接堵在家裡去 哦 群隊的超神選手被終結了 哦 沒事 調整一下心態 讓我打碰那個 小朋友覺得玩圖書館 哪把武器最难杀人啊 我觉得 就算接下来的小手枪 当然 可以把全自动的除外 老规矩 调整下心态 谁画只能开在雨天 时间过半 红队暂时领先 我们已经完全处于领先状态 就算再送他们几个人逃 我们也完全不光 这次不 调整心态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看书呢 好好看我手枪杀人 试试技术不好吗 就剩最后两个淘汰了 瞧咪咪 趁其而入 nice 平底锅诞生 我倒要看看 哪个小岛伟大 躺死在我的平底锅下 小河之 救你了 别中掌 准一下下不疼的 yes 小镇十八战手里 宏观偷偷 嗯 我虽然失败了 但我这三点六 毛肆也不低吧